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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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醒了 家红啊 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奶奶可都急死了 我说家红啊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告诉二叔 谁欺负的你 二叔请你去讨回公道 顺畅啊 要不要把家红送到洋人的医院去检查检查 对对对 家红 二叔我 我没病 你们出去 让我自己静一静 少爷 这药冷了又热 热了又冷的 现在不热不冷刚刚好 您赶快喝了 伤才会好啊 我没病 你听不懂吗 出去 出去啊 你看 我们家谁也不准进来 家红 我的宝贝孙子 你到底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 你跟奶奶说 奶奶替你做主 你这个变了个人似的 奶奶害怕啊 老夫人 老夫人 你先别着急 现在少爷还没回过神来 就像当初的锦儿一样 等她净手缓过来了 您再慢慢问她 我先扶您回房休息 这我们各家是怎么了 娘 戒儿连三地出事啊 少爷 吃小盖子没用 是小盖子没能保护你 是我要少爷受人欺负的 我 我真该死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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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打我吧 你骂我吧 少爷 我知道你有一肚子气 你不要憋在心里 你冲我来 你打我呀 你骂我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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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慢走 你慢走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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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哎 拐门吧 是 是 闺姑 是我 开门哪 你们下去吧 是 今天打烊了 明天再来吧 如燕 我是威廉 让我进去啊 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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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先生 太晚了 先回吧 我们小姐要休息了 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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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理我 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的话 我会失眠的 你快开门哪 让我进去 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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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可不能心软哪 说要断结往来 就别再没完没了的纠缠了呀 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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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哪 小姐 下雨了 快进去吧 如燕 下雨了 您忍心让我一个人在外头淋雨吗 小姐 进去吧 病了算谁的呀 好 你不让我进去的话 我就等到天亮 您到天亮 让他进来 威廉先生 请进吧 啊 谢谢啊 如燕 小姐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来 坐吧 我就知道你不会忍心让我在大门外淋雨哭等你的 小姐 别聊得太晚了 累了一天了 你先去睡吧 明天中午 张都查的寿宴可不能怠慢 早就交代好了 放心吧 哎 走走走 都走 张都查 要在你这儿办寿宴 太好了 如燕 你要帮我搭上线啊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谈吗 说的就是这些 如燕 我觉得你最近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我失眠了好几夜想也想不明白 从你是初秀员的常客 变成了初秀员的西客 该是我失眠了几夜想也想不明白才是 原来大姐是在为这件事情生气呀 哎 我能忙些什么 不都是应酬洋人吗 这些洋人全都是你介绍认识的 这回你下的猪也很大 我能不多花点心思照顾着吗 倒是那个会姑 没事就在我面前叨念着 就怕你大小姐吃亏 如燕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你对我的照顾 好了 回顾的话你也放心上 我不过随便说说 你怎么那么多话 我来问你 你和那个杜牧雪 到底是怎么了 上回不是说要定亲了吗 怎么嚷嚷一下 又不再说了 哎呀 这事情没准嘛 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要想清楚 要是你跟杜牧雪只是玩一玩 你在大盛钱庄 能得到的好处是有限的 只有你跟杜牧雪成亲了 才能得到钱庄做后盾 将来钱庄的财产 也是属于杜牧雪的 这个道理我明白 那你为什么不积极一点追求人家 追求一个富家的千金 哪能像你跟我那么轻松自在 你想想看 我可以三更半夜的 跑到你这儿来聊天吃宵夜 我喜欢毫无顾忌的跟你在一起 享受这种浪漫 那是因为我不是大家闺秀 所以可以没有那么多的忌讳吗 哎哎哎哎哎 瞧你酸的 酸死我了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 宁门贵秀就快追到手了 心里还想着胭脂花红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如燕也 吃夜香吗 要 好 那我给你去呢 好 义父 义妈 爹娘 好 我来 义父 义妈 你们就不要抬杠了 这把椅子呢 其实是我拉开自己做的 没想到让表妹抢了先 对不起啊 是我会错意了 你坐吧 不必了 快坐下快坐下 没关系的 我坐那边 看来表妹对在英国的记忆 是越来越清楚了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记起更多 哎呀不急不急 像你这样天天都有进展 其实娘这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 来来来女儿 先喝一碗补汤 补补身子啊 娘 又喝补汤啊 我都喝得上火了 哎呀 上什么火呀 过两天呢 你还得把武功练起来 练了那么多年了 荒废了怪可惜的 哎呀 依我看呢 她没病没痒的就挺好 练什么功啊 荒废就荒废算了 过去我就不同意她练功 一个女孩子家 还是斯文一些好嘛 哎 你看沐雪这一摔啊 有一个好处 哎 就是把身上那些男孩子气 全给摔掉了 去你懂什么老古板 我可告诉你啊 这练武啊 可以打通气血 对雪儿恢复记忆可有好处了 行了行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你什么都不懂 来来来咱们吃饭吃饭啊 女儿来多吃点啊 嗯 来雪儿 依我看啊 那段记忆不恢复也罢了 现在咱们的女儿啊 是一个一世一家 温柔可人的大家闺秀 走到哪儿啊 都是人人追求的窈窕淑女啊 哎 裴媛 你说是不是啊 表哥 现在的我真的比以前好很多吗 这个 裴媛 别怕呀 说实话 以我说 过去有过去的优点 现在呢 有现在的特色 都好 都好 哼 说了等于白说嘛 这不是 是 沐雪啊 你说心里话 你觉得 威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他 他很好啊 哦 那是 你同意跟他成情了 我可不可以等身体恢复了以后 再谈这件事啊 行啊 行啊 好女儿 只要你啊 不反对就行了 其实啊 我跟你娘要筹备这事儿 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咱们度假的婚事啊 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到时候来个中西合璧 让全上海的人全都开开眼界 什么洋务局的方大人啊 还有花旗洋行的那个琼斯先生 等等等等 全都把他们请来 到时候啊 行了 行了 你以为那是你们商界开宴会呢 这不是咱们女儿的婚礼吗 让你弄得不忠不息的 成何体统啊 行了 行了 沐雪啊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娘还是喜欢你那种 实话实说的个性 我 一切由爹娘做主 好 好好好好 夫人啊 咱们总算可以了却了 心中的一件大事啊 老古板 好好好 来来来 沐雪 好 是 你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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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姐 威廉先生 真没跟你说这件事 我的小姐啊 你为她 中玄人脉 你为她 偷空家荡 你为她 寝食不安 现在 你到底图个什么 你说你这是白忙了一场 为他人作嫁 不行 我得帮你去找她 让她给小姐一个交代 别去 她不会这样对我 她不会是认真的 但是那天晚上 她为什么要拦着我 难道 她是认真的 慧公 这事你千万不能插手 她和我受过 我跟她生息相同 像亲人一样 可是 她澄清这么大的事情 她为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算她什么气 小姐 她 她只是在利用你 她虽然不点破 但是 她肯定知道你喜欢她 她没有把你吃干抹净 当然舍不得离开你了 小姐 老夫人 这可是二爷特意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您怎么一点也不吃啊 这样 二爷会怪我们伺候不周的 是啊 老夫人为了少爷的事情 天天愁眉不展 也不上饭厅吃饭 为了这个 二爷骂了我们好几回 锦儿姐姐 老夫人的腰疼又犯得厉害了 又不肯吃药 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 我实在是吃不下 多少天了 这家红 连个房门都不肯出 也不让我们进去 再怎么下去 怎么是好 老夫人 您别难过啊 是啊 别难过啊 是啊 都好几天了 这心界还过不去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老夫人 要是我能让少爷出房门 恢复生气 您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 抱着身子啊 锦儿啊 我就知道 只有你才能让家红 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知道 我只是事实而已 我哪能给您打包票啊 事实就有希望啊 静儿啊 奶奶可就靠你了 那好 您先吃点东西 然后再把这药喝了 我一会儿就去 小盖子 少爷他还没吃午饭呢 少爷他不吃啊 这厨房都热了第三遍了 我来 不行 不行 少爷说了不允许别人进去 尤其是你 连我也只是把吃的喝的送进去 不许待着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这家里老的少的都半死不活的 这不刚好中了恶人的计了吗 我得进去了 静儿姐姐 你走吧 小盖子 小盖子 这回你可得帮我了 要不然 先是老夫人出大事 再是少爷 这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静儿姐姐 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少爷 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进来吧 东西放了就出去 我去 我去 你寻找我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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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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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去 你看 我去 你站住 小丐子 你死哪儿去了 小丐子 小丐子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知道 我只会栽了 我这次栽了 我什么面子都没有了 我必须要人来提醒 我多么失败 你走 你走啊 喂 你走啊 我叫你走 你还不走 你再不走我就打你 你干死你 你瘋了 住手啊 我知道 你武功比我好 我打不过你 你看不起我吧 我的拳头 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小丐子 我不是你小丐子 我从来都不是你小丐子 我不再留你 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 做你的千金大小姐 你不用那么急着赶我走 你不用那么急着赶我走 时间到了 我自然会走 你把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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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把自己关了几天 老夫人就绝食了几天 我不是来教训你的 我是来求你 求你可怜可怜老夫人吧 她已经风筑残年了 我求你振作起来吧 另外我还要毛随自己 做你的武功师傅 好好地教你一些 正统的拳脚功夫 你一定要做一个 志勇双拳的葛家少爷 这样的耻辱 以后再也不能发生了 要报仇 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 现在你只有忍辱负重 努力学习 眼前除了我 还有谁能帮你 等有一天我要是走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好好想想 要不要跟我合作 想好了 明天一早到河边来找我 我是不是太有把握了 不管 反正也要试试 你慢慢看 帮我 有什么事 你不要 看上去 你要有什么事 我还是会 可以 但是 不能 快 少爷 少爷 你今天起早了 我马上帮你打洗脸水 吩咐厨房做饭 不用了 少爷 您去哪儿啊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 你留这儿吧 锦儿姐姐 你说咱们家少爷 是不是就专变了个人啊 老夫人怎么受得了啊 这几天老夫人不淡不吃 连话都不说了 锦儿姐姐 少爷真不敢忍那个仇大爷 听人说谁得罪他 都没有好下场 我真担心老夫人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啊 少爷 我该死 我该死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我有话和锦儿说 是 是 是 少爷 师父在上 请受葛家红一拜 好说好说 别跪别跪啊 当初我拜师父的时候 也没跪过啊 咱们不信这一套 我想了一个晚上 终于想明白了 你说的对 再这样下去 我不但报不了仇 还会把葛家拖垮 所以从今以后 我会好好跟你学功夫 跟叔叔学做生意 把葛家的担子扛起来 太好了 葛家的少爷 终于重生了 我和锦儿说的罪 也都值得了 来 预祝我们 走走成功 师父的称呼啊 我可担担不起 我还是我的锦儿呀 你呢 还做你的少爷 这件事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平时要对人耳目 也得泄露了我的身份 但将来有机会 我再带你认识 我真正的师父 你的师父是哪位高人 我有两个师父 一个呢 是中国人 擅长太极拳 还有一个英国人 我跟你说过的 他擅长西洋剑法 而我呢 就再创了一套太极拳法 我的两个师父 都骂我不寻无数 可是他们 都吃过我这套 太极拳法的败仗 真的吗 另一套我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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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们先回来 我们就先回来了 是啊 我就知道 静儿啊 是最有办法的 这丫头越来越聪明了 只要嘉宏肯走出房门 那就没事了 娘 还是打听清楚了 嘉宏出的事 就是万计囚老板干的 他们当节抓人 还把嘉宏剥光了衣裳 当节适中 我找到了好些人 他们肯出面为嘉宏作证 娘 我这就去报官 替嘉宏讨回公道 这个囚万千平时横行把刀 他竟敢弄到咱们葛家的人 我跟他没完 算了 算了 嘉宏的伤呢 也没什么大问题 心情也好多了 现在再扯进官府 恐怕又是轩然大步 再说 嘉宏是怎么得罪的万计 我们也不太清楚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是 娘 既然您这么说了 孩儿遵命就是了 不过娘 您以后 可别再说我不关心嘉宏的事情 好了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今后 谁也不许在嘉宏面前 再提一个字 知道了吗 是 娘 当天他当着我的面 是死活也不肯说出 是怎么被人羞辱的 可见当时 他是多么的羞愤难当 真是难为了他呀 啊 娘 另外 孩儿还有一件事情 一直老在心里打鼓 想请娘拿个主意 什么事啊 这么紧张兮兮的 孩儿听说 这次嘉宏遭难 竟是锦儿处理不少 她居然身怀绝技 她是个武林高手 这可能吗 锦儿是从小在我们家长大的 你们谁看她练过武功了 不知又听谁胡言乱语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 可是有一个人呢 在现场看得清清楚楚 啊 我叫她来 您问问不就明白了吗 长忠 叫小盖子 娘 如果这件事属实 我看这个锦儿是大有问题 我心里一直在纳闷 你说现在这个锦儿 她的言行举止 跟以前是大不一样 除了那张脸 没有一处相向的 难道还真有什么 易容改办 冒充顶替的事不成 那么您说那个假锦儿 她混在我们葛家 到底是何居心呢 进去 进去 小盖子 那会儿少爷被人欺负的时候 锦儿在不在 说 我 我 小盖子 照实说 别怕 哦 我 这我这真的不知道 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锦儿姐姐不在 后来 后来 后来我也被打晕了 告诉我 谁救的少爷 我不清楚 是锦儿姐姐把我给推醒的 当时少爷已经被放了下来 可是少爷是昏迷的 我就跟锦儿姐姐把少爷给扶回来了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你 你这个狗奴才啊 你满嘴谎言啊 谁叫你这么说的 你看我不好好地教训你 程总管 程总管 二爷老夫人 满口谎言啊 你说 快说 说什么 少总管 你还想跑 站住 小总管 你管说什么话 你别打我了 小总管 我真的不知道 我呆啊 说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 说 快说 少总管 你别打了 二爷 老夫人 说呀 快说话 哎呀 我说 小盖 说 让你撒谎 杭总管 你干什么 小爷 奶奶叔叔 小盖做错什么 要动家法 锦儿见过老夫人 二爷 你来得正好 我和老夫人 正在问小盖子 你奋勇救主 不顾一切 打退恶霸的经过 我们可真不知道 你是个 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啊 哈哈哈 事到如今 我就不瞒大家了 锦儿她 之所以有一身的好功夫 奶奶 二叔 这当然是因为 我教的啦 这是我和锦儿之间 隐藏多年的秘密 话说锦儿十五岁那年 很不幸啊 在街上呢 遇到一个无赖汉 差一点就被她轻薄了 唉 她哭哭啼啼 告诉我的样子 很可怜哪 当时我想 光找无赖汉报仇 不是办法 你看 锦儿生得如花似玉 难保不会有其他的无赖 再轻薄她 所以 我决定叫她功夫 虽然说她没有我十成的功力 但是也有我五成啊 所以我出事的时候呢 就派上用场啦 是啊是啊 老夫人 我教您的太极拳 少爷也教过我的呢 是啊是啊 嗯 对对对 怪不得 你给我捏背的时候 这个手劲啊 那么大 原来是练出来的 我倒没这么想 现在想想 该是怎么回事啊 顺畅 顺畅 不用怀疑啦 就这么一个锦儿 哪有什么冒名顶替 乔庄易容的事情啊 二爷 这个事可不寻常啊 既然锦儿有武功 怎么一顿家法 她都毫无招架之力啊 嗯嗯嗯嗯 什么 顺畅啊 竟有这样的事啊 娘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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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中是说 给这个锦儿 分配点体力活儿 她就显得 毫无招架之力了 是 我说 常总管啊 你用家法伺候下人啊 早就是家常便饭啦 家里哪一个常公丫头 没受过家法啊 老夫人明察 家里上上下下的老妈子 丫头 常公 一二十个 如果我不严加看管 她们个个都得造反啊 我是管得严了点 但也是为了葛家好啊 老夫人 哼 打鬼的看主人啊 你明明知道奶奶 不把锦儿当下人 你却整天针对她 欺负她 还不准她说 你是不是想吃定锦儿啦 娘 您别听咱们家红胡说八道啊 咱们家红啊 不知道是被锦儿 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一股脑袋 竟帮着她说话 先前她自作主张 停了您的药 我就觉得这事儿 有点蹊跷 又教家红什么账房的事儿 到底 谁要看我们葛家的账了 还有 前阵子有人传说 锦儿在咱们家红房间里 待的后半夜 这房间里还传出嘻嘻哈哈的笑声 娘 家人嘴里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我看这锦儿 要叛龙赋凤的心机 早已明显的不得了了 接下来 还不知道要惦记咱们葛家的什么事儿呢 我看这事儿 我们可不得不防了 二爷 二爷 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老夫人 没这种事儿 绝对没有这种事儿 我和少爷是清白的 是清白的 叔叔啊 你这么含血喷人 锦儿还怎么做人吗 家伙 你涉事不深 岂知人心险恶 女人心 海底针 锦儿这个丫头 可是真厉害 你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我看她现在就等着飞上枝头当凤魔了 娘 我看今天 你要再不把锦儿的轨迹拆穿了 等她再用什么手段 坏了咱们葛家的后 我看咱们全家都得在这这个丫头手里 所以孩儿请命 立刻把她给死了 以绝后患 奶奶 你千万不能听叔叔一面之词 锦儿从小跟您到大 您清楚她都为人的 老夫人 老夫人 锦儿姐姐为葛家尽心尽力 拼死救下少爷 要是这样都惹活上身 被赶出家门 那以后我们这些做下人的 谁还敢替主人笑命啊 老夫人 好 好了 都不用说了 让我好好想想 九春 碧盒 扶我进屋去吧 是 锦儿 一会儿去给我抓两副治腰疼的药 娘 您慢走 我看这个丫头骗子 到底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看来我娘对这个小丫头 也起了疑心 瞧见没有 只让她去抓药 也不想让她伺候 这次就算没能把她弄走 她的无意算盘也打不成喽 二爷 这个时候您得沉得住气呀 想办法赶快弄钱 弄到了钱就是弄到了权 您也就不必试试看老夫人的脸色了 对 对对对 二爷 我该出去了 好 那你快去吧 哎 万计当空 万计前庄 哎 买面条啊 刚出锅的热面条啊 哎 小哥 你知道万计前庄在哪儿吗 万计前庄 哎 那不是吗 可那不是万计当空吗 哎 他有钱见人就是前庄啊 老板来碗面 哎 来了 原来是个地下前庄 这事你就多费心了 啊 没事没事 回去跟你家二爷禀报一声 为什么 黑暗之中 充满期待 却传来 更多沉默 的无奈 忘不了 爱只剩下 手心里的温度 才知道 幸福只是 短暂的幻影 我走在 你花园里 找着爱 走过的记忆 半清醒 半迷醉 来去的痕迹 梦醒 突然发现 一直不是原来自己 一颗心 一颗心 突留下 错误的相遇 但掌灭 落花园里 流水太无情 的缘 不愿相遇 擦身头分离 今生永远 辗转到便宜 最爱的人 你在哪里 落花有你 流水太无情 最爱的人 你在哪里